大学生掏鸟窝 竟被判处十年的时间 但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我们也是被某些无良媒体 欺骗了整整十年 这件事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曾经有这样一条新闻流传甚广 说有一位郑州大学生严某 在线下之鱼爬上了加盟口的大树 正巧看到了一个鸟窝 便顺手抓了几只鸟 结果谁也没想到的是 严某区因此被判刑十年半 而他们抓的鸟 竟然是野生保护动物 就这样消息竟流出 便被有新人利用 不管前因直提后果 大学生掏鸟被判十年 这则新闻标题顿时就吸引了众多争议 殊不知这是他们常用于混淆试听的办法 新闻不假 确实是大学生所为 也确实因为掏鸟被判十年 但其中没提到的是 他们抓的是什么鸟 又是否知法犯法 用隐藏部分真相的手段 来牵着大众的鼻子 是不良媒体的一贯作风 就这样一些不明真线的网友开始站队 曾有一个网站专门做过一次投票调查 结果显示 有超过88%的人都认为 这样的处罚确实重 于是大学生的掏鸟案 就成为人们口中批判不公的一个例子 看到这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儿子发声 严某的父亲也按耐不住了 他多次上诉 并参加各种访谈类企 想为儿子争取所谓的公道 电视上 严某向着主持人说道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很乖 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保护动物 还以为就是个喜鹊窝 仅仅只是抓了几只鸟 就被判了十年半 这合理吗 一时积极欠腾了 无数网友都对严某的遭遇表达同情 甚至直到现在 还有人认为 这一项处罚是不是太重了 有人表示 难不成动物的命比人还要归吗 更有甚者 将鸟鸟案与人贩子的处罚结果相对比 那么接下来就为你们一打破质疑 为什么鸟鸟鸟 你就判了十年半 大学生鸟鸟被判十年 父亲为其不断喊冤 却被专家欲盗破真相 首先通过网上公布的信息可知 严某与自己的同乡王某总共捕获十六只鸟 经过调查 这十六只鸟皆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艳损 你要知道这种鸟在合理市上 最好的品项要卖到十万美元一只 并且经过专家介绍 艳损每年仅仅只差短一次 每次只有三枚蛋 就连四枚的都很少见 不仅如此 艳损的窝一般间隔一到两公里 也就是说 严某要想抓到十六只 必须要把方圆百里的艳损窝都逃了才有可能 这绝对不是他父亲口中的不知情 而是有预谋的知法犯法 其次 在严某的社交媒体上发现 他可是河南 鸣猎兴趣交流群的活跃成员 多次在网络发布自己的盗猎战果 以及范围野生动物 将艳损分别兜售给洛阳郑州的不同买家 为了捕猎更加高效 严某甚至还自制了枪戏 并且晒在了网上 简直可以说是嚣张至极 在严某被抓时 在他的家中还发现了一只凤头鹰 这同样也是国家二级宝东物 是他从别人手中买过来 这无疑让严某又最佳一等 最终法院判决 严某犯非法捕猎珍贵 宾为野生动物罪 有期徒刑十年 犯非法收购珍贵 宾为野生动物罪 有期徒刑一年 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年零六个月 罚款一万元 在当时的司法解释中 所有的损费 只要捕获数量达到六只 就属于清洁严重 达到十只属于清洁特别严重 因此对于严某的判决 有法可疑 有章可循 另外不少人还会将此事 与人贩子做对比 对于这种说法 无非就是在刻意制造舆论 大学生韬鸟被判十年 他究竟冤吗 为何出役后 却像是荣归故隶 究竟是谁 一直炒作误导群众 在韬鸟案的视频下方 我们总能看到 有不少人会拿此事 与人贩子来做对比 可要知道 每个案件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以及不同的法条来分析 不能单看 捕鸟攀的还没有拐卖人口多 就认为人的价值还不如动物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是不是那些 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规定 就必须要取消了呢 大熊猫或者是东北回 可以随便捕了呢 毕竟如果因为捕猎动物 把人抓起来 不就是说明 动物的价值大于人了 所以说 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案件 放在一起比较 根本就不成立 因此不管是抢劫 盗窃 还是拐卖人口等等 他们都属于犯罪行为 并且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不会也没你觉得误关紧要 就可以避免受到处罚 正如这次案件 看似只是爬上树 抓了几只鸟 但在盗猎者的眼中 这是无险的伤及 必定会有人铤而走险 而法律延长这种事情的目的 就是为了告诉这些人 独猎野生保护动物 后果一样十分严重 如今 曾经的掏鸟案当事人阎某 在2023年5月27日出狱 过上媒体也是争相报道 还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人们的追捧 反而让他看起来 更像是英雄归来 家中大白宴席 拉横幅请兵客 这一套操作下来 让严某自己认不清了现实 在接受采访时 更是说到 让大家看到真相 在大批媒体的洗白下 甚至还有不少人说 这十年的牢狱生活 毁了他的一生 但他真的有在反省吗 或者说这十年的牢狱 究竟有没有让他认识到 执法犯法的严重性 可能这一切 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